那美国当合伙的生意结束了 那么店名与商标该如何分拆呢 东森热门节目奖量化 在本周特别邀请到了 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专业说明 强调美国企业经营 当遇上前合伙人使用相同店名 开设新店面该如何提出诉讼 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 本集特别案例说明 商标法是联邦法 所以是最大的 全美都可以执行的 对对对 那假如说商标有注册的话 那就是看他当初注册的是谁 是私人还是公私 还是两个人的名字 对两个人的名字 当初就是两个人的名字的话 对不对 那大家都给 一半有权利 大家有一半一半的权利 我可以用 除此之外 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还提醒 合伙人协议也是智慧产权的重要依据 因为合伙人协议的话 第一个 有一段也会讲说 公司的智慧产权是谁的 比如我今的名字商标 或者是公司的SOP 对不对 或者是菜单manual 对不对 还有这些菜单的名字 这些万一说我们拆伙的时候 这些是该属于谁的 至于财富人生单元 本周则请到 美国范园集团专家 介绍于三险 对于责任的部分 很多人忽略了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于三险 这个于三险 其实最重要就是在 责任险的部分 做一个加强 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后备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 讲量化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 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